非洲穷的吃不上饭 用的卡车却比国内还好 全都是进口豪车 大家都知道非洲是一个挺贫穷的地方 虽然地方很大 但是环境经济这些都还是没有跟上世界的节奏 不过虽然非洲有的地方穷的饭都吃不上了 但是他们用的卡车却比国内还好 全都是进口豪车 大家别不相信 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车吧 首先这是一辆大众的牵引车 司机是用来运送油的 车上的油罐一次能装三万两千升 但正常的能装三万五千升 还有一台也是运油车 是沃尔沃的B-Double车型 车头后面挂满了两节挂车 全车长能有二十多米 光看这个体型就知道它的运油量什么的能有多大了 而且这车还是直接从欧洲运过来的 非洲那边还有一个Sanango石油公司 它有一款运油车是日产的柴UD 像这种油罐车在我们国内也很有名 然后就是一款水泥车 是沃尔沃的平板挂车 看着还是挺好的 就是承载量有点低 只能拉32吨的样子 据一个在非洲那边工作的人说 他们公司还有一辆卡马兹 是6X6驱动的 素比大 号称是越野之王 光是这些还没有说完 像平时走在路上就能看见好多不同的卡车 像有纳比亚过来的弗莱纳的全挂车 驾驶空间非常的大 还有VLO F10 虽然这款沃尔沃的年头有点久了 但是不影响我们看见它像斯堪尼亚 老毛子的马子车 还有雷诺的自协车这些 有的时候竟然还能看见废弃的坦克 可不可以吃了 有点总裁 老毛子的